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著名的演讲 最后的结果就是 也许我今天晚上所讲的就是我的政治遗言 那个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然后第二天罗伯斯币人在国会里面就被推翻了 然后第二天晚上被抓了 第三天就上了战头台 所有参加那个 两个BG多部的那天晚上聚会的人 都被认为是罗伯斯币人的核心成员 都上了战头台 大卫没有上 为什么 因为他那天晚上为了 参加这个会 我看到才能才发现 他说胃疼身体不舒服 他说那我就不去开会吧 假胃疼吗 是不是真胃疼我不知道 他真胃疼的假胃疼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说他 身体不好 胃不舒服 那天晚上他就没参加会 没参加会 他的学生奔走相告 营救他的时候 至少还可以说明 显然大卫不是核心成员 所以 所以有些会要参加 有些会要小心点 反正大卫就没参加这个会 这是很壮很壮的原因 至于说他有意不参加还是真的病了 这个律师婆说明理啊 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就 没有上战头台 但也被关了监狱去 由于他的那种 大卫的激进行为 参加那个雅各边党人的这种 艺术活动 而且 而且我们今天只是知道大卫画的是 马拉之死这样画 我们还 不知道 马拉 死了以后 还是罗伯斯币尔在台上 哪个被党人专政的高潮期 所以为马拉做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国杖 整个国杖的仪式 就是大卫设计的 也就是说 大卫不仅在画一张革命画 还要设计一个属于革命的 象征的礼仪式 只不过因为 罗伯斯的失败的太快了 这个仪式就被放掉了 马拉是英雄还是混蛋 法国人今天也很复杂 因为他杀人无数 也很复杂 而且马拉之死期的后面的话 就不断化 比如说挪威犯家孟克就发了一张马拉之死 不过已经发成 男反女爱的色情画 这么一个 所以大卫 介入革命程度之深 参与了 建构 革命 庄严仪式的 这个活动 但是后来 他很快就 倒霉了 因为 两个党人被推翻了 他被抓到监狱去了 在这个最极端的时候 他的老婆 大卫的妻子很愤怒 因为大卫的 岳父是 国家商榮的美术官僚 是个保王党 所以他老婆很生气 所以跟大卫也就 几乎要离婚了 这个时候 他老婆回来看他了 大卫也很感动了 这个落难时刻 才发现妻子还是很重要 他会很感慨 于是在监狱里面就花了一张大卫 最后一张大卫 就是 撒兵 妇女 胡语 合理 大家发现没有 这是一张以旅性为主 会有女性为主 对 前面三张话全部是男性为主 男三张话以女性为主 所以美术史 我们也可以判断 这也是走向所谓 纳曼主义 或者走向学员派的重要契机 因为 罗马雄强的那种风格 是表现男性 而西纳那种 优美风格是表现女性 所以从大卫的 荷拉斯兄弟之事 到这一张 撒兵妇女 呼吁和平 我们也可以看出是 他从审美风尚上 从罗马转向西纳 当然 大卫画这个画 也是用意很深的 这个时候 他已经觉悟到 极端革命的可怕 所以这张话 其实是呼吁和平 这也是一个古罗马的故事 当时 罗姆卢斯建立古罗马城之后 难多屡少 要养育后再怎么办呢 又是发兵到旁边 一个撒兵这个地方去抢 把男的杀死了 把女的抢回来 二十年以后 这个撒兵的男的长大了 过来报仇 那是当年被抢走的女性 都成了 罗马的妻子和母亲了 所以他们出来制止 这个争斗 呼吁和平 大家发现没有 大卫说要不要革命 要呼吁和平 而且 就在大卫画这个画的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797年 画这个画的时候 他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生 这个学生是安克 所以我一直认为 这段画对安克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安克到了八十岁 还在画那种 什么土耳其宫女 什么拳 这种女性裸体 这种女性的这种 迷恋女性的这种 这种审美风尚 我认为跟大卫这段画是有 密切感情 而大卫画了这段画以后 就平了下来了 跟了拿破仑起来了 拿破仑很欣赏大卫 所以大卫就成为拿破仑时代的第一宫天画家 皇帝寿命影化 加冕这种巨大游化 其实大卫还画了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影化 这段画实际上没那么出名 因为这段画将来证明大卫所推崇的这种 雄强豪迈的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一旦和权力和宣传挂钩以后 就一定走上僵化 这个话就是 1810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画就是 拿破仑设立 这个叫做 荣誉军团奖 将军们跟他 举手 那个手就是大卫的荷拉斯兄弟的手 高高举起来 大家发现了没有 拿破仑高高在上 这是拿破仑时代可以说是一种歌颂皇帝的巅峰之作 所以大卫就成为拿破仑时代其实是第一宫 拿破仑很欣赏他的古典就有风格 他也很诚情诚意为拿破仑服务 当拿破仑时代以后 这个其实波犯王朝那个路易当时的那个路易十八 也很欣赏大卫 大卫就跑到比利时去 要召他回来 还想给他还是给他做公庆华家 大卫拒绝了 大卫觉得这个动荡的政治大概把他也搞得彻底伤心了 彻底伤心了 所以他就最后就客死在比利时布鲁山 回去以上法国专门出这种革命画家 另外一个革命画家就是著名的库尔贝 他是巴黎公社成员 也是巴黎公社时期的这个艺术委员会的这个头头 推倒了这个什么凯全柱 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也被抓钱了 而且这个法院判决要陪这个推倒了这个柱子 他的所有画家要充公 他自己又赶到这个好像是瑞典哪里上 所以法国这个法国艺术家都看着都很有这个激情参加歌 可能那个年代因为都是这个革命的年代吧 所以所有人都是往这个大环境里面 但是影响非常大 性贵人主义性 影响非常大 其实真正的属于拉伯伦的画家 真正属于拉伯伦的画家是格罗 格罗其实出生会画世家吧 他父亲他母亲都是画家 不过他们画的是一种叫微型画 大卫包括后来的安格尔 其实都画过微型画 这种赚钱的话可能是一种很小的肖像 对吧 很小的肖像 我第一次 对就微型画 特别有这样一个画画的类型 就大概给那龟佛画了以后 给男的画了以后 就像个名片盒一样的铜在口 自己的这个包里 这么小 哇 这个是给他 对微型画很小很小 像名片那样 像名片那样 然后这个有这样一种画 但是后来格罗后来就到巴黎学画画 他早没有德国画家 他是学画画 但是他最有意思的是他到了 后来到了这个 在巴黎后来到了热拉亚 就是在意大利海边的一个城市 去了热拉亚 热拉亚他继续画箱箱赚钱 给谁画了 就给后来成为拿破仑夫人的那个 那个约瑟芬 因为约瑟芬很新的 这样他就成了约瑟芬的一个朋友 这个时候刚好拿破仑 刚好跟约瑟芬结婚不久 就有意大利战役开始了 约瑟芬就把这个格罗建造给拿破仑 然后呢 格罗马上知趣地画了一张早期的阿波仑的肖像 就拿破仑拿了军旗 这个 他冲过一条桥 叫做阿迪捷河谷的一座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小战役 很关键就是战役 在这个战役里边 这个法军攻了个桥 队列的堡垒 几次都攻不下来 危机时刻 拿破仑拿了旗子冲上桥去 所以后来不断地有画这个画 但是最早还是格罗画了 结果拿破仑很欣赏这个 英俊的拿破仑的这个小桥 马上给他一个军官 这个独察官什么官 他就成了法军的一个成员 然后格罗就在画 指挥军队 其实很多军队画下 后来我才发现 拿破仑是带有好几个军队画的 格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 因为他一直在尝试歌颂拿破仑 而且他跟大卫不一样 跟大卫是不画战争的 大卫画的是仪式典礼 所以大卫这种新国人主义 说明他内心很重视一种庄严的仪式 但是格罗画战场 他画了拿破仑战场的一个肖像 后来他比较重要的是画了另外一段话 就是拿破仑视察亚法看望黑士兵 因为拿破仑在后来在征服埃及的时候 征服埃及的时候 曾经率过法国军队往叙利亚进军 其中一个打下了亚法 亚法当时是土耳其的殖民地 亚法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 以色列特拉维夫 就是特拉维夫 然后当时有三千多个土耳其的守军 后来投降了 当然条件就是保存士兵的生命 这个士兵一投降 然后法国军队上层就 哇 这个疑论纷纷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法国人在埃及是缺粮 没有粮食 粮食不够吃 一下子多了三千多个俘虏 很惨 这到底怎么办 要养那么难 第二个 这三千多个俘虏 把你押送回开罗看管 那要分出一部分法国兵力 法国兵力不够用啊 法国当时拿破仑带去 禁运叙利亚也就两万不道的军队 所以就强烈主张把俘虏杀了 那拿破仑 历史记载是这样 拿破仑犹豫了三天 所以拿破仑也不是个杀人 他犹豫了三天 就决定杀 就把这三千斧全部压到海边 杀人 那这个是拿破仑第一个明确的丑闻 当然后来有很多历史学家 尤其我看到一个德国的一个军事历史学家 觉得可以理解拿破仑的心 因为当时法国 连自己都吃不饱 怎么还怎么养个三千个俘虏呢 所以拿破仑登基 一段话画的180世代 拿破仑登基那一年 这个 其实是他双手画 格罗画是他画 他的策划是谁呢 是拿破仑时代的第一任 卢夫尔宫的博物馆的官邻 所以你发现这都是国家新闻 这个拿破仑登基 一定要抹杀这个丑闻 这个明确丑闻 是吧 屠杀投降的俘虏 这不是明确丑闻 所以就画拿破仑在雅法 所以一定要在雅法 而且当时雅法呢 也正在流行这个鼠疫 所以拿破仑 拿了雅法 又赶快离开雅法 继续往前打 继续往前打 最后在一个叫阿卡的城堡 打了两个月都打不下来 然后被退军 这个终止了这个叙利亚的争渡 所以这个雅法 就留下了一些黑死病的 大家知道黑死病的那个年代很可怕 所以就画拿破仑去视察黑死病 其实这是一个为拿破仑 遮羞的一段话 就是正面 不仅正面割聪拿破仑 就串改历史了 串改历史了 串改历史了 就演示了个雅法 就是说你不要脑机的 拿破仑在雅法杀了 土耳机暂停 拿破仑的雅法了 看了吗的 而且近距离一看 难得没有 所以歌颂英雄 变成了一人四场 法国人开始了 法国人开始了 这拿破仑还近距离 那个黑死病人垂死的 垂死的黑死病人 感动了这个下跪 当然是裸体 大家知道 裸体在欧洲就是一个象征 是吧 拿破仑还用手出过人家 罗伯仑用手触摸黑死病人 你看多么仁慈的军人 这张话其实现在 宣传会用 宣传会用 但是也是格罗 非常非常有名的那张话 这拿破仑视察雅法的黑死病人 之后 拿破仑就 当了这个 皇帝以后 就连续征战是吧 连续征战 其中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 叫埃劳战役 埃劳战役 应该发生在1807年吧 我们记住 埃劳战役就是打的是 俄罗斯 和 普鲁士的联军 主要是俄罗斯 埃劳战役冬天打的 那是一场惨战 双方 投入 战场上 死了 一两万人吧 大家都死了一两万人 本死了 死了不少 整个战场非常悲惨 所以 拉伯仁宣布他们胜利了 俄国人宣布他们胜利了 俄国人宣布他们胜利了 其实是法国略战上风 因为俄国人没有达到他们的军事目标 后撤 拉伯仁就可以宣布胜利 那么胜利之后 拉伯仁到现场视察 拉一脸临终 他给他的夫人约瑟芬写信 谈到战场说 惨不忍睹 雪地上尸体 身赢的伤兵 死去的战马 非常可能 然后 格罗就画了 第二章他注意的历史 拉伯仁在哀劳战场 但是这样画 大家发现没有 他违背了 之前歌颂皇帝和英雄的一些模式 拉伯仁不在正中间 他在侧下一边 而且 而且脸上露出哀伤的神色 底下是那些 残壮的战场 和那些可怜的伤兵 这个画呢 跟那个 拉伯仁施扎 雅法的黑子病人的差别呢 是这个画 多了一分哀伤 多了一分浪漫情绪 这个时候也表明 格罗开始想往浪漫去转 就是想抛弃那种 僵硬的那种 大卫所开创的那种模式 想在画面中 寻找一种悲情 寻找一种悲情 而且 格罗的这张画和这种 努力 影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这个画家就是 德拉克罗 哦 但是呢 德拉克罗当然 比他聪明多了 因为德拉克罗是浪漫主义的旗帜 是吧 但是 但是德拉克罗是哪在 拿破仑事上哀嚷 这张画里面 获得了一种灵感 是吧 获得了一种灵感 就是要画悲伤 要画这个 哀伤的情绪 要画一种 绝望的心情 而不要仅仅是一种歌颂 一种庄严 一种树木 一种伟大 德拉克罗成功了 格罗没成功 因为格罗 他一直徘徊在这种熟悉的大卫模式 和他希望灌注于一种 伤感情绪的 浪漫主义的这种趣味之间 过来拿破仑也失败了 他也 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画家的 高华肖肖画也 活得很好 不过最后大家发现 他 死在了塞纳河上 因为 应该是自杀 什么原因自杀 我们不知道 反正在他的遗体的衣服里面 找到一个纸条 意思就是 我的艺术生命已经终结了 那么我们今天在艺术史上的解释就是 这个 真正的拿破仑时代的画家 在戈罗 他无法转型到那里 而那时到了 他已经临声打起 临声打起 所以 非常有意思 一个艺术家自杀的 这种事情在中国是 无所谓的 中国没有一个艺术家 中国没有一个艺术家 杨老师又强调成这样 是 中国艺术家 越生活越幸福 是吧 一身名牌 穿着爱马仕画 油画过厉害是吧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 包括画 但是越成功的 对 不要说正面画家 其实那些 什么所谓的反抗画家 他们也活得非常辛苦 哈哈 啊 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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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咚